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四位十多岁的青少年独当一面 他们生于网络科技年代 此致改变世界 这一批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人 究竟如何在社会激起巨浪带来改变 美国人口学家将1990年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称为Z世代 他们出生在网络科技年代 对数码科技的反应迅速被认为是数码原住民 通讯对于我来说就是WhatsApp、Facebook或Nine 现在科技这么方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打机或上网做功课 阿伦是Z世代的学生 他表示网络学习兴起 令新一代能够更加自主和多元感获取知识 好像学习为例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和有很多不同的资源 去让我们学习更多范畴的认识或者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比起以前的人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和方便去学习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东西 最近有研究报告将Z世代标签为更具创业精神 此致改变世界的一代 在香港即使身处楼价、租金高企的年代 Z世代对创业也充满兴趣 而且斩路头角 三年前就有两名九十后港大毕业生 体准商机 在Facebook成立专业 发放机票优惠的资讯 是因为我们本身 Alfred和我都很喜欢去旅行 去旅行之余都很喜欢找一些旅游的权料 所以其实这个兴趣不是经常很多人有的 所以刚刚认识Alfred之后 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平台 有Z世代选择创业 也有选择走上抗争道路 他们懂得利用社交媒体发挥传统方式 难以企及的动员能力 可以迅速组织年轻学生参与政治运动 不过网络传播也是一把双面人 激进武装组织伊斯兰国 都利用网络在全球招募青年参加 网络力量对于Z世代的影响不容忽视 无论创业或者参与政治活动 Z世代都要面对上一代的重重阻力 走上街头抗争固然备受争议 即使实践创业梦 也都要承受上一辈的压力 认为他们应该选择较低风险的职业 Z世代怀抱再大梦想 社会是否能够接受 是另一个问题